好另外教育的部分呢 带您来关注的就是 花莲一所民族实验小学 传出低年级学童不适应 严重影响班级上课 那么老师呢是无法管控 就报警来处理 那么事后呢导致孩童性情大变 校方因此也要求家长到校陪读 两周加以来看管 但是家长就认为 孩子被校方师生间接性的贴上标记 难过的无法接受 那么校方受访则表示 目前有持续在辅导当中 希望能够导致孩童的行为 花莲这一所民族实验小学 传出一名低年级学童情绪不稳 甚至咬伤老师与同学 老师无法管控自行报警处理 家长事后得知相当不敢苟同 她说她是这样子带他们的 她说哪一个生气 你要生气你就自己站在那里生气 看你在去什么 校方对此表示 由于孩童有过动倾向 建议家长带去就医吃药 同时请求家长到校陪读 加以看管 两周的陪读过程中 家长看见孩童似乎无心中 被校方师生间接性贴标签 孩子与家长心里都相当难受 有啊我也很质疑啊 我想说一年级都不会这样子 这个老师很像很没耐心 听她口气很像很没耐心在想 学校强调请家长到校陪读 主要是要让家长了解 孩童在校的学习状况 校方也进一步表示 针对了孩童的行为 目前都有持续的补导当中 希望循序渐进 潜移默化的来导正孩童的行为 对于班级经营跟学校的 行为改变技术这个部分 还有医疗跟心理评测 这个部分的合作这部分 我们有在那个东华大学的 特教系的教授的指导底下 我们来进行做三级辅导 老师的教学的辅导这个部分 我们对于班级经营这个部分 我们持续都会跟老师做一些 沟通以及要求 希望还老师就是按照学校的SOP 来首先寻求校内的老师的支援 家长表示从去年12月份 陆续发现孩童就学压力大 情绪不佳 以致出现不当行为 但校方却报警或由校外人士处置 造成孩童身心灵的伤害 家长未能够得到校方良善的资源 反倒造成压力 家长实际心痛又无奈 记者综合报道